不知师弟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既然是昂云生师兄的推荐 我也不好推辞 还请请师姐和我详细说说 那是自然 长老 那小子已经上钩了 这是你师母给那家伙准备的特殊担药 想尽办法让他吃下去 之后 那僵尸道人羞为高深 远超出我们预警 陈云师弟为了保护我 不是 被僵尸道人灭掉 记住 要干得漂漂亮亮的 此事若是成功 你今后就是你师母的接班人 弟子保证 此事绝不出差错 不管是谁来查 都看不出什么异样 那就是 江灵庄 那就是被邪修 在数日前毁掉的村子 那家伙修的是师鬼道 这次居然图了一整个小镇 来练师养师 纵门这才向我们派发了紧急任务 屠戮普通人 此人确实该整 不过 数日前 他如果不笨 应该已经逃走了吧 就算师鬼道的修士能跑 他刚练的师也跑不远 感冒着被灵霄宗追剿的风险 犯下这种罪行 恐怕此人是要设法突破了 尸体都不见了 看来被我猜中了 他应该把所有尸体都带走了 这是宗门给我的寻音符 会追寻尸器 尸轨道的邪修 获得足够尸体后 会就近找个阴气最重的地方 开始练尸 也就是说 跟着他 我们就能找到那家伙 对 那是 这群悬天王朝的走狗 怎么在这 悬天王朝的走狗 你是说他们是 龙雀卫在此缉拿携修 无关人员 立刻离开 龙雀卫好大的牌面 这里可是我灵霄宗的地盘 见鬼 怎么冒出了这么一群搅局的家伙 哦 灵霄宗的地盘 这么说 这个邪修也是你们灵霄宗的人 注意你的言辞 灵霄宗的荣誉不容玷污 你 领头的珠基六层 剩下的更低 要火拼吗 若是牵扯到龙雀位 恐怕之后的 都冷静 这位小兄弟 方才是我失言了 灵霄宗乃天下明闻 怎么会养出邪修呢 想必 二位也是接到了任务吧 不错 倒是你们龙雀卫 这次怎么不去欺负那些散修 反倒这么积极来想要除魔了 好 实不相瞒 这个尸轨道的邪修 我们一直在追捕 可能是狗鸡跳墙了吧 逃到这附近 居然毫无估计地 拨离指和阵子 如今 躲到了这个洞窟内 估计是想要孤注一掷 借助大量的僵尸来突破修为 你们追了我这么久 等老大我一会儿突破 这鬼灵道人 马上就把你们 全部做成我的尸轨 他看上去 似乎想引用我们进去 既然我们都是为了这家伙来 不妨一起合作 如何 这是个相当于 筑基八九层的尸轨道邪修 这如今已经成了它的尸段 里面满是尸七 还不知道有多少只僵尸 十分凶险 我们龙雀位修为 都不如二位高 可不敢冒如此大险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 二位来打头阵 事成之后 战力凭我们七三分成 二位七 我们安 你们打得倒是好主意 景师姐 这次任务有变 不如我们先回宗门 汇报情况再说也不迟 反正这有龙雀位的人 看着出口 可恶 好不容易才把你勾出宗门 如果这次回去 没法给二长老交差 我这次不尽会 我看看 不容易才把你勾出来 可不宜 未 sans 最后 又不仅 禁止 不游 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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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